又沒載他 他就開始逃 跑走了 真的在我眼前 一個人喔 慢慢變成一個小黑點就不見了 氣到這樣 那個黑名少女是誰 不變公布姓名 因為他後來事情也出滿多的啦 跟經紀公司的糾紛 對… 那是15年前對不對 從那一次到現在 這當中我不曉得做了多少個節目 從來沒有一個節目能夠發到他通告 惹到了 惹到了 不知道是因為那個長官很干預 對啊 刁難你們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長官或者是 資深的老鳥想要刁難人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目的就是 他想要讓你知道現在誰是老大 所以他在下馬威 所以如果菜鳥你覺得被刁難的時候 你應該先想清楚你要怎麼去 去搜那個老闆或者是長官的頭 譬如說呢 你要讓他知道說 我非常清楚 我所有的事情呢 都對你報告 他就不會覺得說 我需要強壓你 所以呢你必須 譬如說 常常的去跟他溝通啊 讓他知道說 你都會尊重他的意見 然後凡事呢 你會以他的意見為優先考量 你稱他為師父 你一切都會以他 來做這個主要的討論 他就會覺得說 嗯不錯喔 你很上到喔 所以如果你先讓他 對你沒有防戒心的時候呢 你後面他就不會需要一直去盯你 所以其實當我們說看到刁難的時候 總是覺得說 人家他是故意衝著我來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反之其道是 我們怎麼樣讓他不會針對我 這樣子做事的話 我們會比較單純一點 嗯 好 所以職場上的突發狀況 第四種是什麼呢 當同事跟你告白是 啊 哎唷 最尷尬 最尷尬了吧 真的耶 yes or no都不對 每次小甜甜都說他喜歡你 抖不下 那是很久以前了 我覺得都會很困擾 這樣的突發狀況 竟讓全場騷動連連 我可能忘了把我二十年前的照片 拿給你看 人家說 都說我那時候長得像 彭余彥 我以為是彭余彥 對 我是彭余彥 是彭余彥 彭余彥 你不下去了 是有意思 我覺得這會很困擾 因為像我在之前的公司啊 就主管喜歡我 可是主管就沒辦法 還是你確定嗎 是不是自己臭眉 沒有 有跟你表白是不是 對 有跟我表白 然後可是我又不可以 就是對他就是很明確 直接拒絕他 因為這樣子會對我工作上面 會有影響 而且搞不好 那你喜歡他嗎 那時候我有男朋友 而且他也知道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你又不是結婚 是男朋友也沒關係 也沒錯 對 然後他就 誰勝誰負還不知道啊 對啊 然後他就覺得 我還沒結婚沒關係啊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就是 他就常常會私下 會傳訊息給我 或什麼 然後假日還問我說什麼 你今天有沒有 跟你男朋友出去啊 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很關心你 可是就會 你很想要跟他講說 叫他不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他又會 你知道 就是又會那樣子 就是 對 會多想 對 然後又 這樣子會變成 我也很困擾 然後又不可以直接拒絕 後來他有繼續工作下去嗎 結果後來就沒辦法 只能離職了 後來沒辦法就跟他在一起 就跟他在一起 這會被逼走的 沒弄好是 一定有人要閃 太尷尬了 因為這個是在職場的時候 算數一數二的尷尬 是想當初我是春風少年兄的時候 剛進去一個外商公司 最愛表白 對 不是 那時候很多人想要跟我表白 放開 真的 對 我巴士真的 那個意思 而且那時候我剛進去的時候 你不要光是玉琳學啦 那時候還真的是 長著一副 對於這個 那時候頭髮比較多 這個我相信 因為我看過他 以前有頭髮的時候的照片 真的是 陳昭榮 對 真的 我收回我 對 條件又不錯 他以前那個帥氣不輸給你喔 那時候我想說 感覺到說每個很多女生 都會有那個意思 但我覺得說 剛進這個公司不要 要不然的話 有些誤會或什麼的 蘿莉巴桌很麻煩 結果呢 剛好那時候還維持個恐怖平衡 因為你說 這個旭蘭沒有表白 促進我 我不能表白 大家要跟在那裡 大家都忍在那裡這樣子 但有一個真的就忍不住了 因為可能是我的那個 他受不了我的那個魅力 他就 哪天我說真的 哪天 哪天情人姐 他就 對於受不了這個魅力 你的胖子 那個有點超過 真的 他那天情人姐 他就放了一束花 他在我的那個桌子上 然後還有寫了一張卡片 菊花嗎 菊花 還寫了一張卡片 那個卡片已經沒開過了 然後你知道是誰開的 是另外一個喜歡我的人開的 他就想說 誰給我有表白 然後那時候 當天下午就議論紛紛 一直在講 朝鮮就一直在講 因為本來是恐怖平衡 大家都不要表白 今天如果你表白 那我也怕我落後 然後呢就開始 每一個人開始 然後那時候開始就不得安寧 早餐都有一份 本來都有一份的 不得安寧 然後呢變成兩份三份 然後呢兩份三份 還會說誰先買來的 真的不誇張 真的不誇張 我看不下去 真的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 你應該覺得這故事 渡斷的成分居多 沒有後來 後來造成我困擾的原因是 我比如說我有一個文件 要請那個Kitty要弄 他Kitty就會說 你就找咪咪就好啦 你跟咪咪不是很好嗎 他不都會幫你買早餐 就變成說本來弄恐怖平衡 然後到最後 大家因為面子拉不下來 到最後每個人都討厭我 因為每個人都因為 她面子拉不下來 就變每個人討厭 不然我得罪了 所有全部人 所以只是一個人告白 再變全部人都覺得你不對 這是我遇過最辛苦的故事 是 因為你跟妳以前也是這樣講 你的狀況有跟他一樣 狀況很亮嗎 但我必須要講說 曖昧總是讓人委屈 這是一首歌詞 這是歌詞 在職場上最容易發生情愫是什麼 我是他師父的時候 尤其我們這行師徒字很明顯 對 那來了一個漂亮的女生 那你又是他師父 那你必須要教他很多事情 那時候騎著摩托車 載他去剪接室 那剪袋子就很容易 很容易產生到那種感情 一開始兩個人要 要並肩而坐 然後他在那邊操作的時候 欸不是這樣 會放在他手上 然後他會 對 然後他會看你一眼 他會急忙抽手 對 他會急忙抽手 然後會嬌羞這樣子 但這一切呢 我們心如止水 對 那有時候 劇本拿來我們看說 唉唷 這地方不好喔 你不乖喔 要打手過來 打手 你們就拿一隻鼻 嗯 嗯 好重喔 那這一些我們就都當做 師徒之間的一點小小的情趣 好 但是 打手心 對 打一下 他們要痛痛這樣子 但是 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那我真的覺得 但是 你們兩個有幻想真的嗎 我們 欸 故事還沒來喔 等一下要穿那個衣服 一起進那個 精神病院 可是我講真的 那 我如果對他有那種 非分之想的話 我就不會去交女朋友的 那一切事情的轉折 就在什麼呢 就在於說 因為我一直把他當成徒弟嘛 那偶爾那種 也是上班的小情趣而已 可是我並不是在愛他 好 那我在外面呢 也就結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只是沒有帶來公司而已 有一天呢 這個女朋友在我公司現身了 我永遠記得 那晴天霹靂的那一刻 這個女生一進來 然後我這個徒弟呢 眼睛瞪好大 然後旁邊有同事 認得她是我女朋友 就說玉琳嫂來了 玉琳嫂來了 這個女生喔 當場喔 她的表情猙獰 然後她好像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一樣 從那一天開始 她對我的態度完全就轉變了 再也回不去了 同樣在剪接式 同樣我說 愛不是這樣剪 要碰她的手 變態 她就罵我變態了 其實紅頭到尾真實狀況都是後面這一段 只有這一段發生過 她以前的那個 那一股嬌羞 就不見了 那這個會影響我的上班情緒嗎 那我怎麼教你 我要教你的事情這麼多 而且我才教你不過百分之一而已 還有更多的複雜的這個技術都還沒 打手心後來取消了 不能打手心啊 我以前劇本是 哎呀錯了打手心 劇本錯了 然後她看著我有點錯 錯在哪裡 你講啊 你是在雞蛋裡面挑骨頭是不是 态度馬上 對那已經 話已經講成這樣的話 這個師傅就當不下去了嘛 那我那時候還是不了解 我那時候有點像呆頭兒一樣 我不了解她對我的這個情緒 是有一天 你不下去了 是有一天我問她說 哎你好奇怪喔 為什麼你對我的態度 轉變那麼大 差那麼多 你覺得這樣子OK嗎 然後她就看著我說 喔不OK 問酒才知道 她就 她就借酒交醜 當然我們那時候在外面 她就咕嚕咕嚕咕嚕一喝完 喝完以後呢 借了幾分酒意壯膽 她才告訴我說 妳是白癡是不是 妳看不出來嗎 我為什麼要待在這家公司 我有多愛妳 我才領這一點錢 工作這麼辛苦 我的存活 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我覺得你在講劇本 我講這個 我可能忘了把我二十年前的照片拿給妳看 我要放臉 對 這種是 人家說 都說我那時候長得像 彭于晏 我以為是彭于晏 我是彭于晏 是彭于晏 其實你剛才 好 好 好 現在是當黃炸子雞了 對 但是 你們可以上我的微博 看我那一張照片 真的就是彭于晏 有朋友真相 你要封出來今天為了 一定的啊 好 就真的很模糊啦 那個人很小 好 所以這麼多狀況 告白的劇本就聽到這了 我們可以最後一個狀況是怎麼 工作人員擺賴竟要沈玉琳上街拐人 眾人所有的人 到在巴德路馬路上 跟那個 跟推銷演員一樣 到處在拉人 妹妹 來 你要不要來錄影 我跟你講 來錄影就有機會 當明星喔 下一個林仙俠就是你 好明星喔 你應該為你人捨棄 想要看到那個老太婆嗎 阿嬤 阿嬤要不要來錄影 來錄影 沒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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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一個狀況是怎麼 當同事推卸責任阻攔 這也很重要 推卸責任 最害怕這種 當你的告白人 尤其像我們以前 我沒有辦法編那個劇本 他直接跳過 跟我買那一段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呢 像以前呢 因為我們還在當研究助理的時候 那實驗室 有很多實驗室要觀察一整個晚上 就是你必須把那個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柑橘的採收 然後它在不同的冷藏條件下 可能它會針對它的維他命C 或什麼東西有什麼保留的情況 那你可能是那個 那個東西是要一個 一個晚上的持續觀察 所以那個就是要排班的 因為你不可能都不睡覺在那邊看那個機器run 所以通常都是你排這一班 我排這一班 大家輪流排班 那之前呢就是這樣 就是其中有一個人 他可能該排他班的時候他沒有來 他沒有來之後呢 反正呢 但是他就沒有登記數據 你知道因為每個東西 你要看那個時數出來 然後要做那個登記 所以他就亂掰 亂掰之後 現場可能大家也沒有注意 因為通常數據做完之後 然後我們就是要去刨統計 就是說 欸這個怎麼樣線性 或什麼怎樣 那像那一次的研究 奇怪怎麼做那個都很奇怪 你知道嗎 那個研究計畫已經到最後要收尾了 但就發現那個不對勁 那個數據就是不對 然後那時候一想說 到底是哪裡出錯的時候啊 然後想說完蛋了完蛋 那要交出去拿不到錢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他們才說 這幾個東西開始審 看看看看 他就覺得這個東西有點奇怪 那那個時候是誰負責這一段 你知道嗎 他裝死了 他就說是嗎 那個東西是他填的嗎 他不記得 因為太久了 他不記得他填的是不是那個數據 那如果是的話 應該是吧 就你知道我們那個時候 那一套實驗整個重做 那一段重做 只因為他說那是應該是吧 反正你也拿不來 因為已經隔一段時間了 玉琳哥也很怕碰到這種推卸責 推卸責任 尤其要造成現場的 這個重大的困難的時候 以前那個綜藝節目 動輒一兩百名觀眾 那發觀眾很重要 那我們就發生一個 就是這個每個禮拜都是例行公事 那當然以前我們都會告訴同事說 那觀眾記得 兩百個喔 因為就擔心他人數發不夠 那人數發不夠 就像我們對面的人 如果說不夠的話 那看起來場面很淒涼 就一個禮拜沒跟他講而已 因為我想說都已經四五個禮拜了嘛 結果當天到錄影現場 怎麼觀眾看起來有點不太對勁 怎麼就那二十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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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